纵横荒野数十年 德子终于打破了三天饿酒顿的魔咒 吃着营养丰富的咖喱鸡肉饭 磕着热乎的自制淤泥泼泼奶茶 坐上奥德标的125摩迪驰骋荒野 就连出门排降都有大部队保驾护号 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 位于澳洲北部的西巴布亚语林 有一处布满白色横线的神秘地带 如此诡异的景象让德子百思不得其几 作为挨厄界的扛把子 探险界的大标杆 德子打算亲自去一探究竟 除了头发不戴 其他必要的装备足足装了三十斤 当然紧急储备梁摄影师同样也不脑 随后两人连夜赶到了机场 两个半小时后抵达雅加达 和当地的美女们拼了辆四蹦 几人随即就向当地村委会进发 半路上德子向当地人打探目的地的信息 可半点有用的价值也不 为了能寻求到帮助 德子带着摄影师来到了当地警局 没想到警察也是德子的粉丝 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了地形图 司机大哥也试得很 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漏雨的窗 这一番操作看得德子是心惊胆战 在得知德子想要去鸡曼岛时 司机立马引荐了当地的一位平民 牧师法比作为当地赫赫有名的百事童 方圆百里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两人刚见面也是立马拍起了彩虹体 看到德子顾眼万里来到家乡做客 也是热情款待了一番 随后法比便邀请当地有名的摩托车队送德子前往 这些骑着125摩低的当地牧师 车机这一块他们还真没服过谁 但还没走多久 当地的公蚊子就给了德子一个下满威 摄影师的脸上更是惨不忍睹 都说这里的蚊子就像吸血鬼 现在看来这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更离谱的是半路上德子的大定直接把车给压爆了 没办法最后一截路只能推着往前走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了歇脚的地方 做了一天的摩低 德子早已经疲惫不堪 直接趴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 奥德彪大队已经集合完了 他们要骑100公里才能到达入口附近 好在今天运气好没有下雨 看着壮观的摩托车大队 专属奥德彪的BGM成功响起 此时此刻他们脚下踩的不再是普通的125摩低 而是专属荒野扛把子的运用美形车队 沿着沙滩一连行进了十几里 前方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可即便如此 奥德彪们的125摩低根本不带序的 依旧带着德子穿梭在风雨之中 等到众人抵达河边码头 剩下的路程只能依靠渔船 当地黑哥看来了大客户 急忙掏出手中的照妖镜给河里的渔民发信号 看见德子这个四肢发达的壮汉 渔民也是立马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给奥德彪们告别后 德子带着法比顺利起了程 20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距离目的地最近的村落 看见白色鲁蛋的到来 这里的人们也充满了好奇 在法比的帮助下 当地人知道了德子的难意 随即带他坐上了去往沼泽的独木舟 可没想到德子1米8的大高的此时却是个那种 一连尝试了好几次都顺利摔进了 就连平常的坐船对德子来说也完全不可 一气之下他掏出了自己的冲气 在跟法比告别后 德子孤身一人进入了沼泽 刚开始的路程还很顺利 可越往里走 河道就变得越来越窄 没过一会船桨就彻底歇了踩 情急之下德子只能依靠双手艰难前进 可这种速度简直比乌龟还要慢 6个小时只前进了2.5公里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眼看天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 德子找了块陆地就只冷起了帐篷 随后掏出打火机升起了银银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先给自己泡上一股热茶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毒 当然还得补充点蛋白质 吃饱喝足后再美美地洗个凉水子 当然头发还得认真地清洗一下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营地外的公文子准时叫醒了德子 收拾完一些德子打算装一壶水 可却直接滑进了河里 没办法只能灌了满满一大红衣水 随后德子向里面滴了点神秘液体 浑浊的河水立马变得清澈 考虑到时间紧愿物重 德子又立马起了行 半路上发现了一朵眼灵花 德子直接一口下去嘎崩萃 卡路里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继续往前进发 前方居然出现了当地的部落民族 想不到这种鬼地方都还有人类生存 德子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为了搞清楚神秘白贤 他还是决定亲自拜访一下这些土著 可由于语言的不同 双方比划了半天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无奈之下德子跟着酋长来到了他们的村委会 当地村民像看猴一样不断打量着德子 德子也掏出平板表达自己前来的独立 没见过世面的酋长对这个新玩意充满了好奇 经过一番无效的沟通 德子最终还是打电话呼叫了法普 晚上在村花们的注视下德子很快进入了梦想 转眼间来到了第三天 睡梦中的德子被一阵急促的详意憋醒 直接拉人家屋子里好像也不太好 好在部落人看懂了他的手语 随即安排两名靓仔带着德子去往台想岛 看德子这小表情就知道 拉完整个人都已经升华了 刚回到部落 法比和摄影师也已经赶来 通过交流得知 那块神秘区域是当地部落的一片净土 根本不允许外地人进出 但在法比和德子的再三请求下 酋长最终还是同意让他们一探究竟 乘坐独木舟来到沼泽深处 部落人为德子几人举行了神秘的祈祷仪式 还给美人身上吐了几口口水 随后在部落人的护航下 德子成功进入了那片神秘区域 可放眼望去除了卢尾还是卢尾 半点奇特的景象都没看到 为此德子掏出了自己的无人机 这才得到了最终答案 原来那些神秘的百姓 其实就是部落人打造的水道 这样更方便他们运输物资 太阳照射在河面上 就反射出了耀眼的白光 为了搞清楚状况 部落人还特意为德子掩饰了一份 只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在水底一番折腾 三两下便堆出一片人造路 这让德子不禁感慨万分 想不到地球上还有如此多的神秘部落 虽然没有自己期待中的美好 但总体而言这趟打野之旅也并不亏 这是德子打野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旅程 不仅全程带了名贴身保镖 深更半夜还差点成为猎狗的晚餐 不过这次的伙食是相当不赖 每一口下去都是奢华的享受 位于非洲赞比亚的西部大荒野 有一堆诡异的神秘黑点 在缺德地图上研究了大半天 德子愣是不明白他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 他还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除了头发不戴 其他五花八门的装备足足装了三十斤 以防自己中途去世没有人收拾 还得带上储备粮摄影师 九块九包了架小飞机 德子很快来到了当地小镇 从这里走水路可能很快就能到达牧地 可当地的船夫看德子长得老实巴叫 直接开口就要两千五百美刀 德子虽然钱多但他不傻 接连问了好几个船夫 没想到都是小黑子 无奈之下德子打算拦一辆当地的八路公交 苦苦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等来了一辆货车 刚上车德子也是立马和小黑子们打起了招呼 同行中他还发现了一名肤白貌美的妹子 据妹子所说他居然是当地部落的公主 在德子的花言巧语下 公主决定带他先去自己家参观一下 半小时后抵达部落村庄 门口的老大爷二话不说就同意德子进了座 随后在公主家族的一番严肃讨论下 决定同意德子这个外来物种参观自作 不过前提是不能勾引公主 然而到了晚上 公主带着德子吃香的喝辣 完全把德子当成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可把德子心愤坏了 美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德子就起了行 临走前还不忘占一下公主的便宜 也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坐上独木舟行进了诗机里 反复的几句话却让德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据说这里的河马是出了名的凶了 就在前一阵不久 村长的二儿子就已经不幸遇喊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急忙就让船只靠了岸 当地的黑子村长看起来就很和善 二话不说就让德子今晚在这播宴 感受了一下村子里面小黑子的热情 晚上在几名壮汉的带领下 德子打算去看看能不能抓几条诗人鱼开开会 可独木舟还没滑行几百米 耳边就传来了河马的嚎叫声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小命开玩笑 看来乘坐独木舟毕竟会是吃戏的份 第二天一大早 德子随即花重金包了馊快点 不得不说包里有马内还真就是芳妇 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当地旅游公园 考虑到这里每年都会有没头发的人神秘失踪 德子随即就找了名当地最有名的保镖黑哥 有着阿卡四七的加持 德子对这趟旅程充满了信心 此时距离目的地还有50公里 乘坐四蹦子来到最近的出发 德子丢下了摄影师 接下来的路程只能和黑哥徒步前往 同行中据黑哥所说 这一带经常有偷猎者出没 他们手持重武器 专挑没头发的动物下杀水 德子听的是一愣一愣 生怕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接连跋涉了几里地 他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看来今晚就在这过夜 以防夜间盘搞的兽了 果德星君又升起一堆影哄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陌生人的声音 吓得德子跟在黑哥后面瑟瑟发抖 好在只是地上留了几片茧影 对方可能看到黑哥的阿卡四七 早都被吓得无影无踪 随后忙碌了一天的德大厨 也精心料理起了晚餐 辣椒酱配白米饭 这小伙食简直不要太好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睡了两个半小时后 两人又继续起了城 大早上赶路不仅气温凉水 最重要的是太阳晒不到头发 没走多久 前方出现了好几只猎狗 看着白白嫩嫩的德子 猎狗们被馋得直流哈喇子 等到了傍晚 两人迟迟不敢入睡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来到了猎狗的地盘 以防半夜被猎狗搞偷袭 他们火速支起了帐篷 然而这一招并不管 四五只猎狗在营地周围疯狂转移 这可把德子吓坏了 黑哥见状拿起AK就冲了出来 猎狗们也是个损 看到AK后屁都没敢放就离开了这 以防万一德子还是生了两堆鹰鹏 可不一会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 这可真是倒了的大美 不一会帐篷里就渗满了水 气得德子忍不住发出给给给 心惊胆战度过了一夜 隔日劳地不早两人就出了发 对于昨晚发生的那一幕 德子觉得既惊险又刺激 多亏了有黑哥的保护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 继续往前走了几里地 缺德地图显示目的地就在附近 穿过一大片高耸的杂草 德子来到了一片坑坑洼洼的地势 根据定位显示那些黑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完全出乎了德子的意料 为了能搞清楚情况 德子掏出了无人机 经过一番扫尸过后 他发现这里就是地图上那些神秘图案 但德子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形成 随后在黑哥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最近的一个村墓 据村长所说 那些坑其实就是为了给村子里盖学校挖 那一带的地下有制作砖块的特殊图案 由于雨季泥水的灌溉 才造就了卫星地图上的神秘景象 听到这个德子并没有感受到失望 毕竟这一路上的经历才是最享受的 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们 堂堂挨饿戒的扛把子 在此期间美食是一顿没少吃 有垃圾桶里剪刀的烤面包 老奶奶施舍的蔬菜沙拉 香喷喷的咖喱鸡肉饭 晚上还有貌美如花的妹子相伴 生活质量丝毫不亚于上流社会 花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们 三天饿酒顿的德爷这次是真的转运了 街头流浪都能过上小汤生物 吃着不花钱的零食套餐 营养丰盛的鸡蛋炒面 还有热乎乎的猫屎咖啡 好端端的一档流浪节目 硬是让德子玩出了新花样 本期德子来到了英国伦敦 这里可谓是整个英国最为繁华的地段 同样街道上的流浪汉也是数不胜数 作为挨恶界的扛把子 德子也想体验一把白嫖的乐趣 这次除了戴上了头发 还有一部便于拍摄的智能机 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找个合适的地方 由于自己刚来人生地不熟 德子本想找同行打听一下情报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对方就疯狂问候起了他的家人 德子虽然表面上很平静 也是伦敦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汉的原因 来到这里才短短一个月 德子非但没有变得销售 稿子还长了能有二两个雕 流浪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回家了 要不然家中的贝奶奶该等着急了 他是荒野界的扛把子 人送外号挨恶朵 曾独自徒步七千公里穿越亚马逊 贝叶在他面前都得叫弟弟 验人荒野求生落地一把刀 他荒野求生落地马赛克 凭借超强的野外求生本领 堪称单挑荒野第一人 但为了挑战自己的机型 德子一没事就喜欢作死 这次他来到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他要在这里整整生存60天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无疑是提前宣布了自己的死亡 可对于德子来说 完成这次挑战 意味着在整个荒野界都没有认识自己的对手 乘坐着当地人的小滑体 德子很快登了岛 老规矩落地一身马赛克 没有衣服没有水 甚至都没有头发 就连设备拍摄都得自己进行 看着几个黑鬼远去的身影 德子一时间开始变得逐渐焦虑 野外求生第一准则必定是寻找水源 好在小岛周边生长了成群的椰子树 德子二话不说就光着钉子摘了几颗 使出吃奶的劲将其砸开 里面的枝叶顿时喷涌而出 也不管之后的日子会怎么 登岛第一天先来一顿畅梦 勉强混了个水宝 德子这才打算寻找露营地 真是老天开了眼 还没走几步就在岩壁上发现了一处天然洞穴 不管是位置和大小都堪称完美 一激动德子又控制不住发出给给给的灌脚 为了晚上盘稿的方便 德子还特意铺了层干草包呢 第一天就这么混了过去 你还别说这开局是个好兆头 有了住所 有了水 现在就差食物了 可能刚开局的德子还并不着急 随手捡了一些沙坎上的小海骨 挺尝一口味道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食味 不出意外接下来几天都得靠这个来维持生存 虽然登岛时采集了大量野生烟物 但那毕竟数量有限 水源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解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没想到就在营地旁边 恰巧就有一个渗水的烟壁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就连小水坑都能和德子的光头气得 毕兴奋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 补充了些许能量 手工德打算给自己做个小草剧 毕竟在这满是荆棘的小岛上 岛子刮坏了可不是啥好事 你还别说这手工做的还挺不烂 在探索小岛的路上 德子还意外发现了被冲上岸的海洋垃圾 这可是个好兆头 费旧的塑料瓶刚好用来做储水雾气 沿着海岸走了湿街 德子算是摸清了方位 毕竟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 迷路了可不好整 而等德子返回营地 小水坑里已经积满了水 这能基本满足德子的一天损绪 为了晚上不挨动 他还特意采集了些棕榈叶当作床变 一个不留神还发现了一条不幸的蜥蜴 这可是上等的蛋白质 德子没有丝毫犹豫 掐头去尾直接扔进嘴里 味道嘎嘣脆勉强还能够接受 但这点蛋白质还远远不够 为了摄取更多的能量 德子必须得做出行动 可在这样的荒岛上 手无寸铁的他也只能继续捡海螺微生 顺道还收集了许多贝壳 等到下雨又能收集到不少水 随后德子又继续往小岛的内部探索 真是盖了个帽 没想到小岛上还有野生的美洋洋 这可是行走的美味 德子见状也随即发誓 一定要抓一只回来尝尝先 荒野界总流传这一句话 跟着德爷混 三天饿九顿 现在看来这也并不是没有道 眼看已经登岛五天 德子却一直靠吃海螺维持生存 换作正常人早就已经扛不住 但挨饿德的名号可不是白来 这天一大早 营地的水源又传来了好消息 整整接了满满一大瓶 这可把德子心酸坏了 现在就差火源还没有搞定 为了制作工具生活 德子费尽全力砍了根歪脖子老树 打算利用树枝制作把手工钻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哼紧哼紧忙碌了一笑 绳子磨断了无数根 可还是白费功夫没有效果 消耗了大量能量 德子又只能摘取椰果冲击 可没想到椰树也不给他面子 接连的打击让德子差点发狂 就这样又一连挨饿了好几天 而由于长期吃生海螺 德子的胃也终于有了反应 一时间肚里翻江倒海难受万分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 就连平常的椰肉这时也感觉难以下液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只能打开随身携带的急救包 喝了片抗生素一连休息了好几天 这才又逐渐恢复了原力 而且之前布置的储水装置 这时也收集了足足两升淡水 这让德子又有了活下去的稀量 一连干了半瓶水 德子打算去小岛内部碰碰运气 真是欧皇德转运 还没走两步就在地上发现了野生的牢狱 这可是白捡的碳水化合物 回到营地德子又将其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在太阳下晒个一时半微 好家伙 德子爬儿野生小薯片 味道甘甜爽口简直不要太满味 摄入了一些能量 德子瞬间有了力气 打算用捡来的塑料瓶做一个捕鱼陷阱 破害了十几只小海螺当幼儿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还真给他抓住了十几条泥狗子 虽然听说泥狗子的味道像极了奥利 可饿坏了的德子可管不了这么多 捏起一只放进嘴里 虽然恶臭味直奔天灵感 可好歹补充了十几两蛋白质 这让德子又有了生火的念头 经历了上次的失败 德子也有了许多经验 抱着宫钻足足摩擦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是看到了一丝火星 关键时刻德子可不敢懈怠 拿起火种就是一顿狂吹 不一会就成功升起了营火 实在是太兴奋了 德子一时间直接猛男落泪无法控制 有了营火的加持 这下终于不用吃生食物了 真的是盖了帽啊 瞧瞧把癌恶得了成了啥样 自从有了火源的加持 德子的生活品质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一大早醒来就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泡壶热茶 一口滚烫的茶水下来 忍不住又发出了叽叽叽的怪叫 就连平常能直接生吃的椰肉 德子也不忘放在火上烤一下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生活还是不能满足德子的需求 眼看雨季即将到来 一只窝在山洞里自己迟早会被冻死 于是德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带上所有装备搬进小岛内部 可前提是得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窝棚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在确保火源不会熄灭后 德子便踏上了寻找露营地的道路 半路上还意外发现了一个积水的小桶梗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虽然水源浑浊不堪 可德子却管不了这么多 足足收集了四五瓶 这才舍得起身离开 一连跋涉了几小时 终于找到了适合搭建窝棚的地皮 这里地是平坦空气干燥 是搭建窝棚的绝佳之地 二话不说直接开灶 由于没有像样的工具 每砍一棵树可谓是困难重重 只是搭了个简单的框架 德子就已经累得说不了人话 实在是太饿了 必须得想办法找点事的 来到海边随手一套 不幸的谢老板就糟了一样 转眼间已经变成了美味 这味道这口感简直搭崩脆 德子更是连残渣也不舍得浪费 补充了二两蛋白质 接下来又得继续干活 为了使窝棚更加牢固 必须得砍几棵粗壮的小树 这对于德子来说可是个大工程 哼紧哼紧忙碌为一笑 把自己累得差点歇了踩 结果只砍了三棵小树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先回营地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趁着大中午潮水很低 德子想去小岛的另一边 捡些能用的破烂 为了自己不被太阳晒伤 机智德还给自己涂了自制的防晒霜 带着捡来的破衣服 德子很快上了路 这里的海水每天都会冲上来一些海洋垃圾 对于德子来说这可是天然的小超市 不但收集了许多废旧塑料品 还在石头缝里捡了一只炸了毛的旧牙刷 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苦 可每天刷牙的好习惯还是得保持 磨碎的木炭刚好能当成牙膏晕 不得不说精致这块还得看癌饿 现在每天的日子除了睡觉 就是得赶紧见起自己的豪华小别野 平常一条胳膊粗的小树 对于德子来说却要三天才能砍下来 每天消耗着巨大的灵量 所需的食物也只能靠减海边的小螃蟹为生 好在今天德子算是转个孕 翻开一块石头下面居然有条活蹦乱跳的小白鱼 这可是满满的蛋白质 今晚可以加餐了 随后德子还发现了一个喷着牛奶的不营生物 虽然看起来年年糊糊怪恶心人 但只要是海里的生物德子是一律也不肯放 满载而归的德子回到营地烹饪起了食物 低端的食材不需要高端的烹饪 直接放在火上烤就行 奥买达这味道这口感简直一个字真诀 至于那条肥坨坨的海参 好了一半居然还爆了汁 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啥食欲 可德子却是一口闷 吃起来就像烧焦的轮胎 美好的一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外面突然开始吓起了大爆 这可是个好兆头 想到明天就能有喝不完的淡水 德子差点激动地睡不着觉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埃乐德居然收集了十几瓶珍贵的淡水 这下可以暂时不用担心水源问题 可随着雨季的到来 天气已经逐渐降温 如果不尽快搭建起庇护所 那毕竟会遭受大自然的协议 有了最基本的框架 一个能防雨的屋顶可是必不可省 野生的棕榈叶可是天然的防雨材料 手工德再次上线 别看德子平常五大三粗 要真干起活来那可比女人还要细心 瞧瞧这精致的屋顶 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行 接下来的十几天内 德子一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 砍树叶 编织 捆绑 一样也不能落下 这对于孤身一人的德子来说可是个大工厂 为了获取能量 德子又得出门寻找食物 只有想办法填饱肚子 才能尽快完成任务 他又来到了之前野生老芋头的所在地 可这次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饿坏了的德子随口吃了几片芋头叶 可没一会牙齦就痛得发痒 整个人都开始头皮发麻 显然那芋头叶肯定有毒 回到营地的德子也顿时没有活力 由于长期涉及不到营养 德子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 现在能使他支撑下去的 只有自己的一年 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十几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恶疯了 德子一时间竟开始享受这样的人 果然古人云了一点没错 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不今天的德子又迎来了好运 整整挖了一大堆野生老芋头 又能勉强撑的好几天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建策 德事业外小窝棚成功出世 看看这做工这细节 简直不要太完美 实在是太兴奋了 忙碌了这么久 终于能搬进新家了 回到洞穴的德子 立马收拾上所有新的 当然珍贵的活种肯定也不能忘 一连跑了好几趟 赶紧泡杯热茶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还很长 面对岛上成群结队的美洋洋 必须得想办法抓到一只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看看德子发现什么好东西 一只比椰子还大的巨型椰子型 这可是上等的蛋白质 提供的能量足足 可以支撑德子一天的所需 不知不觉离登岛 已经过了一个多运 这段时间德子的小伙食 还算不错 每天都能捡到 吃不完的螃蟹和汗子 但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 德子也吸入了不少的戏剧 这天一大早 原本好好的肚子 顿时胀得像个皮静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弄不好又得经历脱水的痛了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 这胃痛的等级 简直比稿子丢了还疼万能 实在是扛不住了 德子直接掏出了 卫星电话寻求帮助 不一会 医生就冒着大鱼赶到了现场 在简单了解情况后 给了德子两颗抗生素 便草草离开 好在药效很快发生了作用 第二天的德子 又逐渐挥出了原力 在沿海捡破烂的途中 还幸运地捡了个废弃油桶 这可是再好不过的餐具 回到营地简单加工后 一个生锈的铁锅便有两年 再将剪刀的铁片打磨锋利 手工德又制作了一把衬手的手笔 就这锋利的长布 砍头母牛都不成问题 不仅如此 德子居然还在后院 种植了好几颗老鱼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能收获满满的碳水化合物 而在回营地的路上 一只不幸的椰子蟹 可把德子兴奋换了 立马将其带回营地架火烧烤 瞧瞧这笔拳头还大的蟹钱肉 一口下去妥妥的满足感 享受午饭的同时 德子又听见了野生美洋洋的呼喊声 蹬倒了这么久 德子早已忍受不住美洋洋的诱惑 趁吃饱了有劲干活 他必须得赶紧制作狩猎工具抓一只 破坏了一棵细小的小树 在榜上捡来的绳索 一把毫无杀伤力的原始弓 便被德子制作出来 但有了弓可远远不够 德子又用捡来的棕鱼叶制作剑鱼 不得不说在武器制造这方面 手工德还真没服过谁 在对弓箭进行简单测试后 德子便开始了他的狩猎计划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眼看成群的美洋洋近在咫尺 可德子却是一发都没射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美洋洋 从眼皮子底下逃跑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德子一直都没想明白 然而就在返回营地的路上 德子却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只见一头野生公山洋 居然卡在了藤蔓 我滴个乖乖 难道是老天开了眼 看着突如其来的上吊洋 德子简直不敢相信 如此离谱的机会 德子可不敢帮忙 直接搬起石头 让山羊领了河饭 实在是太激动了 如果处理得大 接下来的半个月 就能过少皇室般的生活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搬回营地 好好处理一番 盖了冒了我的老贝比门 挨饿得这回 真的过上了皇室般的生活 瞧瞧这满屋子的烟熏肉 好家伙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为了能确保羊肉不会变质 德子打算挖一个地下烤锅 大火整整烤了三个多小时 等揭开棕鱼叶的那一刻 扑鼻的香味熄灭而来 好家伙肉制肥而不柴里焦外面 一个激动又发出了 给给给的怪奖 这下可真的是算吃了炖大餐 肥美的大肉进了炖 山羊身上的其他部位 也同样不能浪贩 包下来的山羊皮 刚好能给自己做健保满内衣 而羊内脏则可以用来当作鱼儿 德子还趁机在海边 累了个捕鱼陷阱 真的是幸运连 不一会的功夫 就抓到了一条不幸的失败鱼 这下不仅能吃上羊肉 还能喝上鲜美的鱼汤 在岛上的生活品质正在逐步提高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第五十天 为了捕到更大的鱼 德子打算制作个竹筏 前往远处的珊瑚礁 忙碌了大半天 收集了十几根不要钱的竹 手工德又重操起了就业 你还别说这法子看起来还挺不错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德子算是挑了一个不幸的日子 天算万算 没想到今天的海风如此之难 自己的小竹筏根本被吹得无法控制 无奈只能暂时放弃航行 真的是坏的不去好的不来 回到岛上的德子又一连发现了一大堆老绿豆 时间也来到了第五十七天 德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不仅给自己编了个舒适的小床 甚至还有空锻炼起了身体 真是造花弄人 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营地门口 居然还长了科芒乳术 也不管他熟没熟 德子二话不说直接塞进嘴里 可能是咬得太过着急 德子的烤瓷牙居然还被带了下来 这下挨饿得便活压得了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小岛的主动权 虽然没有持续的鱼羊肉 但现在的食物已经足够他继续生存下去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六十天 终于要回归人类社会了 看着自己亲手搭的小窝棚 德子一时间竟有了些血流裂 他成功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存了六十天 不得不说挨饿得就是强 随着直升机的缓缓爆弹 德子兴奋地登上了飞机 我想这一刻他比谁都激动 终于能回去找德奶奶 杜蜜月了 盖了冒了我的老威宾 挨饿得这次是彻底飘了 在经历了这么多期的荒野求生之后 最终德子成为了继备业后 又一家喻户晓的野外求生专家 其独一无二的被动技能更是锻炼的独火无度 但为了稳住自己荒野一哥的地位 德子居然口出狂言要挑战世界各大顶级生存专家 他们要在世界上各种极端的环境下 来一场势均力敌的求生较量 谁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 就能获得导演组授予的口头牛逼勋章 本期德子再次来到了泰国丛林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某特种部队的生存专家奈德 在一番虚情假意的问问过后 导演组向两人介绍了基本的比赛规则 全程挑战路线50公里 谁先抵达到终点大坝谁就是赢家 除此之外两人还搁带一把打野刀 甚至还有摄影小哥全程跟随拍摄 乘坐着节目组九块九的四凤子 两人分别从各自的出发地飞奔而下 他们的目标都是先前往山谷底部的河里 这里的地势失滑又滚翘 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吃喜 果不其然话音刚落 德子的摄影小哥就栽了个大跟头 还好德子及时出手相救 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 当下为了尽快到达古鲁 德子随即找了根野生藤蔓 随后便沿着陡峭的山崖爬了下去 可没曾想途中突然一个走 直接连人带装备一路摩擦火发弹上便摔了下去 好在德子一向扶大命难 并没有伤及到要害 相反而言奈德这边就顺利地落 凭借部队里学到的经验 他火速用竹子制作了个简易手杀 随后平安无事地就来到了谷底 而此时的德子还在跟自己生着闷气 骂了自己一顿又哄了自己半天 调整好状态后迅速朝着山下跑去 不一会终于看见了河流的踪迹 可定睛一看足足离自己几百米高 为了自己的小命 德必绕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绕路 而此时另一边的奈德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 下山途中偶遇一棵香蕉树 鼓冲了一丢丢水分 还得打爆一点踪鱼心带子 随后又幸运地发现了一条兽岛 在丛林中这可是通往河流的高速公路 故意会奈德就先一步抵达到了河边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也是活力全开 带着摄影师一路狂奔 穿过层层荆棘植被 终于听到了河流的声音 为了防止河水直接喝下去不叹息 还得挖个坑简单过滤一下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兴 为了能追上奈德的脚步 德子打算走水路顺流而下 可没想到刚下水就出了岔子 一个没踩稳差点交代的河里 连摄影师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样下去可不得行 守公德打算造一艘法子 砍了一棵岸边的香蕉树 随便拿了几根浮沫就飘了下去 顺着河流飘了数百米 冰冷的河水冻的稿子直哆嗦 为了家中被奶奶的幸福生活 德子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岸 与此同时奈德这边别提有多顺利 行径途中偶然发现一根大辣条 还没等辣条反应过来 奈德直接手起石落就让其林喝饭 这下晚餐的问题不用发愁了 先打包带走留下一回享用 而另一边的德子眼看走水路行不通 只能又钻进了树林 可还没走个几百米 和对岸就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德子急忙给摄影师打了个手势 凑近一看原来是奈德正在对面摩擦生活 这可真是冤家路者 德子心想这可是反超奈德的最佳机会 一个激动又发出给别给的怪笑 随后便带着摄影师鬼鬼祟祟的一路前行 不得不说德子很庆幸自己有着无敌的被动机会 开局不到三天根本不需要进食 随便找了个草卧 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相比而言 奈德这边却已经吃起了礼娇外难的烤烂 一口下去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隔天一大早 两人又各自起了行 为了彻底拉开和奈德的差距 德子打算超近路绕过前方的山坡 这样必定能节省一大半时间 随后还不忘嘲讽一下落后的耐力 然而这条捷径可不怎么好走 艰难跋涉了几百米 一道瀑布挡住了去 可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平常的德必绕这次却选择与瀑布正面应当 吃滑的石头让德子时刻充满着威胁 火不其然不一会就发生了一弱 一生清脆的声响更是把摄影师差点下来 看德子的小表情就知道这胶摔得不轻 赶紧摘下帽子摸摸自己的光头 好在发型并没有摔乱 眼看在这样爬上去很有可能吃起 于是德子被迫无奈只好选择绕路 与此同时奈德这边却找到了个山洞 为了能补充到蛋白质 他决定进洞里碰碰运气 看着墙壁上成裙的黑蝙蝠 奈德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闷棍 嘴上说着抱歉手 却很自然地将其装进了书包 不疑会眼前出现了一丝亮光 一个不留神又将德子抛在了身后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两人也同时放慢了行进的脚步 奈德又自然而然地吃起了香喷喷的烤蝙蝠 相比而言德子真是要多残有多残 依靠被动技能硬生生扛了三天 眼看癌恶血条即将见得 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树上的蚂蚁波上 随后迫不及待地趴在地上缩了起来 勉强塞了个牙缝 很快便来到了夜晚 可没想到这玩意半夜却让德子变得生不如死 一连串的孕吐反应差点了 本着绝不浪费食物的原子 陷阱德又用偶物当作幼儿 制作了个补属陷阱 隔天一大早 德子兴奋地起了床 没想到还真有只笨蛋杰瑞中了拳套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细火慢熏了两分半 德子便享受起了美味 这每一口下去都是满满的奢供 肉质更是肥而不柴里交外呢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吃饱喝足后两人都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德子仗着自己年轻气盛的优势 一路上更是连停都不带停了 紧随其后的耐德这时也发现了德子的脚步 这要是被一个连头发都没有的人赢得比赛 那以后都没脸再回到部队 于是耐德打算制造一个法子 一直沿着河流顺流而下 这十五敌老表也已在终点前等待着两人 出乎意料光头德先一步抵达到了中路 守护住了自己荒野一哥的地位 耐德也在这次见识到了德子惊人的被动机 最后在互吹下结束了这次比赛 节目组终于心疼了德子一回 安排了个漂亮妹子和他一起荒野求生 卡特曾是米国著名的原始技巧求生专家 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求生能力也是嘎嘎棒 本期两人来到了位于太平洋的帕拉群岛 这里环境恶劣连鸟都不想来拉屎 初次见面的两人也是立马来了拨商业互吹 随后乘坐着节目组的小游艇朝着岛屿方向进发 依旧是由伍迪老表设计比赛路线 两人分别被投放至岛屿的两侧 七天时间 谁先抵达到终点的遇难船 就能证明谁最牛逼 随着伍迪老表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跳进了水里 距离岸边只有几里路 但这对于汉鸦德来说可是不小的考验 一路靠着狗袍式游泳法艰难前进 冰冷的海水在德子的光头上胡乱地拍 岛子也是一直被动得直哆嗦 相比而言卡特这边却显得很顺利 仅仅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呛了几口岩水便迅速上岸 当下的任务是得赶紧寻找岸上风景 而此时的德子还泡在水里色色发动 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 德子也是豁出老命终于游到了岸边 可没想到这里全是尖锐懂敲的岩石 抓了颗细小的树枝就想爬上去 可很显然树枝根本扛不住德子的体重 没办法得避绕又得重新寻找路线 整整折腾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带着摄影师艰难上岸 凭借曾经荒岛生存60天的惨痛经历 德子立刻收集起了被冲上岸的塑料瓶 象征性地清洗一下 便有了一排雨水收集器 而此时的卡特已经来到了小岛内部 穿过层层荆棘植被 眼前出现了战争遗留的痕迹 这里数不清的炮弹残海 无不寓意着米国和小日子之间的爱恨情仇 本以为这里能够找到水源 可旁边各种破旧的绿铁罐 却让卡特不得不另寻出路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却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淡水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想 补充了一丢丢水分 德子就朝着下一座岛屿进发 此时的海面上已经是波涛汹涌危机重重 稻子刮破了倒是小事 要是遇到鲨鱼就完独走 好在德子一向扶大命吧 终于在天黑前顺利上岸 现在搭建庇护所肯定已经来不及 还是老规举天为被地位闯 暂时将就一宿 相比德子的年轻气势 卡特这边却打算制作个简易的腾空吊船 将树上的腾半互相缠绕在一起 再用棕鱼叶做一个遮风挡雨的小屋顶 航在上面只有一个自书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德子早早就被自己摔醒 趁着大早上精力处备 他打算翻过小岛去往另一边含雨 然而上山的路可不怎么好 遍地都布满了锋利等的山岩 一个不留神就能让稿子投破血流 千南跋涉了几里地 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亮光 都来不及发出给给给 带着摄影师一路狂奔 很快便到达了山下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先给稿子物理降个温 而此时的卡特却遇到了一片荆棘横生的红树林 要知道这里面可以隐藏着致命的香味 如果不尽快绕过去 弄不好就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好在卡特还是平安无事地来到了岸边 为了能在天黑前抵达到下一座暴雨 他打算制作一个法子 好在岸边的资源十分丰富 各种建筑材料是应有尽的 布宜会法子的雏形就有了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徒手造飞机 与此同时德子这边却已经开始了密室 找了快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椰肉当作用 能不能抓到食物权看老天赏不赏领 还真是欧黄德转月 布宜会一只笨蛋椰子蟹就遭了羊 这玩意虽长得其貌不羊 但却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一直从天亮烤到天黑 嘎崩萃的椰子蟹变出了炉 狠狠补充了几十万卡文医 今晚还能趁机盘一下稿子 与此同时另一遍的卡特却没这么幸 忙着造了一整天的木法 身体累坏的同时还没有补充到蛋白质 只能依靠被动勉强度过一夜 隔天一大早 德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昨天夜里盘稿子消耗了大量水分 当务之急得赶紧补充回来 收集了一大堆塑料瓶 半路上还捡了个生锈的铁桶 德子打算用传说中的海水蒸馏款制作淡水 将捡来的塑料瓶相互连接成一个管道 再将另一边插进装满海水的铁桶 在大火的烧之下 不一会就蒸馏出了许多淡水 一口下去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性 此时的德子已经领先卡特一大截 但为了稳估自己荒野一哥的地盘 守公德还是打算造一艘法子 简单在地上画了下草托 随后便开始忙碌起来 不一会德毕陈浩就大功告成 出发前还不忘给脸上涂点活性看面 这一下荒野界扛把子的气质暴露无意 顶着40度的大太阳 德毕陈浩随即出了法 与此同时卡特这边也在完善着自己的幕法 不得不说女孩子做事就是讲究细致 捡来的破布刚好能用来制作船饭 当然为干的选择也不能大意 而为了将其牢牢固定在幕法上 卡特打算在船体上烧一个洞 此时的他也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落后 但只要法子一天造不好 那就不可能追上德子的角度 此时的德子已经驾驶着德毕陈浩航行了世界 不一会眼前就出现了下一座岛屿的位置 伴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德子也是急忙拉着幕法上来 而此时的卡特依旧在加班加点地打造法子 饿了就捡几只寄居蟹补充能量 能不能赢得比赛此时都已经不重要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整整耗费两天时间打造的黄金卡特号总算起了好 不管是动力和速度都是一级棒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此时的德毕陈浩却已经被海浪拍得即将散架 没有办法德子只能弃船逃生 眼看距离终点只有五公里 德子是开足了马力头也不回地向前冲 此时的卡特也已经抛下幕法上岸 不一会终点的遇难船映入眼帘 德子凭借遥遥领先的优势 必把将卡特甩在了身后 眼看暴风雨再一次来临 德子拖着即将虚拖的身体终于抵达到了重点 得知自己是第一名猫 更是兴奋地叫出了神 十几分钟后卡特也顺利完成了比赛 这次输给艾厄德完全是在卡特的预量之中 看来眼前这个光头果真还是有两把刷子 总体来说这趟打野旅程 也让两人的经验只有提升了一个等级 连人打野都是三天饿久顿 而德子却吃上了恶臭难耐的野生浮瘦 嘎嘣脆的肥美大清洗 晚上再来一只探考大年鱼加价餐 好端端的一档比赛节目 硬是被德子玩出了新花样 经过节目组的细心安排 本期德子来到了加里曼丹岛的红树林找到 这次的副本可谓是南中加南独一无二 不仅到处危机四伏环境乐烈 野生响伟厄更是数不胜数 此次的对手曾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奥尔多 他尤其擅长各种丛林生存技能 更是扬言要给光头德好好上一课 考虑到两位都是顶级的求生专家 伍迪劳表也是设计了一条难度极高的打野路线 比赛全程一百公里 他们要穿过荆棘横生的红树林肘子 越过满是鳄鱼的河流 谁先抵达到终点的瞭望他 就能获得导演组授予的口头牛逼勋章 随身装备两人只个带了一把打野刀 德子依旧没打算戴上头发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 两人火速跳进了水里 摄影师也扛着50公斤的装备紧随其好 可还没走过几百年 奥尔多这边却先一步摔了个狗吃屎 德子这边也没干事 小一华直接和泥潭来了个轻易接触 可见红树林找得的危险系数不容小觑 而此时的奥尔多却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 直接走过去必得成为鳄鱼的午餐 为了自己的小命 他还是打算利用岛下的树木绕过去 可不料这树枝也是个老演员 毫无征兆地从风间断成了人 这可把奥尔多吓坏了 拼了命地就朝岸边游 估计鳄鱼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动静下的根本不敢露面 相比而言 德子这边却选择了一根粗壮的年轻树干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就来到了河对岸 眼看再过一个小时就会天黑 两人也是火速搭建起了晚上的庇护所 奥尔多凭借自身娇小的身躯 很快便给自己安排了个简易的木棍床 真是硬汉睡硬床根本不嫌硬 相比而言 德子这边则更是草率 直接找了一颗皮叉的树干就躺了上去 为了防止半夜掉下去为恶物 还得用皮带将自己牢牢捆 勉强度过了一夜 两人一大早就开始了行程 可真是欧皇德转运 没走几步就白捡了纸唇野生的大海龙 为了能有足够的体力超过对手 德子也是丝毫不嫌弃 闻了几口后直接扔进了嘴里 好家伙 这口感真是盖了帽子 恶臭味直冲天灵感 但好在一口下去相当于吃了半斤牛肉 想到这的德子也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别人 而此时另一边的奥尔多却又遇到了河流 有了昨天落水的经验 这次他直接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手 凭借超强的上之力量 也是毫发无损地来到了对岸 随着丛林的不断深入 德子这边也是有了新发现 前方白色的树木证明那里肯定有陆地 还没到之前德子就兴奋地发出给给给 可没想到上岸后却让他顿时傻了眼 陆地四周全都被海水包围 很明显他还是在一座小岛上 并没有走出红树林 这可把德子计划了 决定先就地收集歇野生藤蔓 毕竟要想击败黄家路战队成员 那肯定是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狠狠缠了三大碗 德子这才舍得起了身 与此同时奥尔多这边又遇到了麻烦神 为了能安全抵达道河对面 他决定放倒岸边的树干好搭建起一座桥梁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蛮利用错了方向 岛下的树干足足偏了有好几米 眼看当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冒着吃习的风险试一下 然而还没走两步 直接失去云中摔进五位 连滚带爬迅速上岸 真庆幸没有成为鳄鱼的午餐 相比于奥尔多的莽夫行为 德子这边却一直保持着猥琐发育 既然暂时过不了河 那就索性直接在此地安营扎寨 将之前收集的藤蔓互相缠绕在树干的领侧 再用木棍将中间绞紧 让其能承受自身的体重 按照这种方法以此类推 物一会便有了个腾空小吊槽 伴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 德子也是用淤泥造了个生火平台 途中还发现了远处漂浮的响尾 摄影师也是被吓得麻溜地上了德子的小火 看来当务之急得赶紧将萤火升起来 用鞋带搭配起公钻摩擦起火 火德星君的生火技能真不是盖的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这下晚上终于能安心地盘稿子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德子满脸疲惫地起了床 当下两人都没有摄入到足够多的蛋白质 再这样下去恐怕都难以完成比赛 于是奥尔多这边打算制作一个简易的补蟹陷阱 将树枝和树皮相互缠绕在一起 就连右耳都不用放直接扔进水里 能不能抓到蛋白质全靠老天赏不伤 等到两个半小时之后 还真有之不幸的谢老板遭了养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原汁原味吃刺身材最过瘾 而另一边的德子则是一心只想的赢得比赛 凭借被动技能的加持 也是连续走了几里 突然眼前一条大河挡住了去 直接下水无疑是白白送死 手工德打算制作一把三角形支架 随后拉着藤岸小心翼翼地朝着河对岸马去 但终究还是财富不了落水的命运 狠狠喝了几口沼泽水还是平安无事的上岸 接连的体力消耗也让德子的挨饿性条件了 当下得赶紧找点蛋白质补充一下 为了能抓到水里的黏鱼 手工德打算制作一个全自动的捕鱼陷阱 湖中还差点送自己上了西面 话说捕鱼这方面德子还真没服过谁 布宜会一条笨蛋鲶鱼就糟了痒 一个激动又发出别别别的怪象 可能是笑得太过猖狂 居然还让对面的奥尔多发现了行踪 此场面还真是似曾相识 奥尔多这个老六决定跟着德子猥琐发言 此时的德大厨已经烹饪起了晚餐 布宜会里焦外嫩的烤鲶鱼就出了路 一口下去肉质肥而不柴鲜嫩多汁 把一旁偷看的奥尔多是馋的直流哈达子 等到第二天德子起身离去 奥尔多这才趁机来到了德子的营地 打包了几颗德子留下的木炭 殊不知这将扭转整个战局 没走几步前方又出现了宽阔的河面 这次奥尔多并没有选择之前的莽腹行为 而是用捡来的藤蔓编织了一根绳子 随后再用竖刹制作的勾爪成功搭到了对面 冒着吃袭的风险顺利来到了对岸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德子这边打算搭建起了营地 收集了一大堆不要钱的棕榈叶 在守宫德的一顿操作下 便有了一顶遮风挡雨的庇护所 相比而言奥尔多却打算用捡来的木炭生一堆鹰 将木炭和干燥的火龙放在一起使劲摩擦 不一会就有了跳动的火焰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两人都各自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距离终点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拼的就是两人的体力和耐力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阵 这个时候一定要确定好行进的方向 不一会德子就看见了瞭望塔的位置 奥尔多也一直拼了命的一路向前 德子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终于爬上了中鞋 可没想到奥尔多却已在此等候多时 看来皇家陆战队果真还是有两把刷子 但一向好胜的德子也是表示恐怖心不服 并表示有机会会再来一次更高难度的比赛